segmentEhQ 各位餐館駕 accompanist食朋友,大家好 歡迎你來到網上的的aucer 今天我们继续看的是《大仙之书灾难的末世语言》 我们要看第57节《大伊利末世语言》第17讲 今天我们要讲第十一章一到四十五节《末世战争》的二章 我们要看《大仙之书》第十一章中的预言和历史的正确对应 我们先祈祷 然后我们多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时间 让我们能够透过《大仙之书》第十一章 让我们明白上帝话语的奇妙 求主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 我们甘之日祈祷 在奉教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今天我们将预言的核心续续给大家看 然后我们分为表价 左边就是预言 右边就是历史 在历史里面仍然 在过去历史里面已经发生了 当然在《大仙之书》的时代 这些事没有发生 是预言 但是对于我们今天来说 已经发生了 不过呢 首一章里面 后面有一段 是我们末世的预言 而首一章里面 重复提示 不断的出现 就是南方黄和北方黄之间的打仗 一场的战争 那我们看看 到底这段经文 在历史里面是怎么形验 而还有一些什么经文 将会在我们末世的时候 是会形验的呢 是会发生的呢 首先看第二章 波斯还有三王兴起 所以说得很清楚 现在你是波斯时代 波斯帝国 之后还有三个王 哪三个王都找到出来 江比西斯 公元前530年到522年 苏多士摩底 高马他在522年之后 然后戴利乌一世 公元前522年到486年 然后第四王 三个王之后 还有第四个王 必辅足软性诸王 他因辅足成为强性 就必激动大军攻击希腊国 那就是希腊出来 波斯希腊 接着我们知道就是罗马 是吗 这个是谁呢 第四王 就是涉西一世 即是 以斯蒂当中的阿哈锤老王 公元前486年到465年 然后他进攻起来的年代时间 是公元前480年 第三 必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 执掌大权任意以下 还有一个王兴起 即是这个王之后 还有一个王 所以 三王 第四王 第五王 这有谁呢 就是希腊的阿里山达大地 公元前336年到323年 在大约33岁的时候 有些说是32岁 33岁就是 经过全世界 然后就死了 英灵祖世 第四节 他希腊的时候 他的国 逼破裂 向天的四方分开 却不居他的后裔 治国的权势 也都不靠他 因为他的国 必被白出 居于他后裔 那么我们看到 希腊帝国 果然是 被四个将军 瓜分了 分为四国 那么这四个国 就是 马其顿和希腊 就是安提帕达 或者 加山达 然后就 脱拉西和小阿世亚 叫做 纳伊西马克 最利亚 最利亚就是 西楼基一世 还有就是 巴勒斯坦 和埃及 多利米 王朝的地方 第十一章 第四节 他兴起的时候 他的国 必破裂 向天的四方分开 他不归他的后裔 治国的权势 也都不及他 因为他的国 必被拔出 归于他后裔之外的人 我们知道 希腊帝国 果然被四个将军 瓜分 分为四个国 这四个国 就是 马其顿和希腊 地区 安提帕达 和卡山达 第二个地方就是 脱拉西和小阿世亚 或者叫做 拉西马克 还有就是 最利亚 西楼基一世 另外一个就是 巴勒斯坦 和埃及 多利亚一世 就是多利亚一世 第五节 南方的王必强性 埃及多利亚一世 苏他 就是公元前 三百 二十三年度 二百 八十五年 然后就是 他将吾帅中 必有一个给他更强性 执掌权兵 他的权兵 圣诞 在南方皇里面 有一个 在希腊 分开的 还有一个王 这个王就是 最利亚的西楼基一世 的 尼加斯 役 主持 三百一十一年度 二百八十六年 权兵 从最初 掌管巴比伦 一路 就大大的抗战 第六节 过些年后 他们必互相联合 南方皇的女儿 而 逼就了 北方皇 来纳约 谁呢 就是埃及的多利亚二世 菲拉铁菲 高原前二百 八十五年度 二百四十六年 他的女儿 叫贝伦尼斯 嫁给 最利亚的安尼亚古二世 提阿 就是公元前二百六十一年度 二百四十六年 全部都有根据 第六节 但这女子帮助之力 全立不绝 王和他所依靠之力 亦不能全立 就是说 安尼亚古的前妻 老帝斯 设计 把他 这个将军和 贝伦尼斯 谋杀了 所以 两个都 保不住 两个都保不住 被前妻的 老帝斯 杀害了 这女子和引渡他来的 并生他的 以及 当时 辅助他的 都被交于死的 所以 贝伦尼斯的父亲 在这个时候 都是死去 就是生他的 生他的 就是伯伯 都死了 第七节 但这女子的本家 必另生一子 继续王位 特别率领 军队进入 北方王的保障 攻击他们 而且得胜 报仇 那谁呢 贝伦尼斯被杀 但是他的兄弟 谁呢 就是多利米三世 有丫及帝 公元前 246年到221年 221年 在246年的时候 进攻赘利亚 杀死了 老大师 还有 北方王 作为赘利亚的西楼基二世 加利尼古 公元前 246年到226年 这里的保障 苏联军队进入 北方王的保障 就是指安提阿 城 或者说 港口 西楼基 所以报仇 成功 第八节 并将他们的神将和 铸城的偶将 与金银的保器 略到埃及去 数年之内 他不去攻击北方王 这个神将包括了 赘利亚的神将 波斯的江比西斯 在公元前525年 攻占埃及时候 所带走的埃及神将 古代中东征服的时候 都要带走地方的神将 表示他自己的神 是大于对方的神 所以就提一提 为什么要把神将带走 第九节 北方王 必要入南方王的国 却仍要 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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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 西楼基 就试图攻击埃及 报仇 又要报仇 但他没有成功 就回到最利亚去了 所以北方王 就是最利亚 南方王 埃及 北方王的两个儿子 必动军歌 招待许多军兵 这军兵 前去如洪水发烂 又必再去增战 直到南方王的保障 好了 西楼基二世的儿子 西楼基三世 叫做 蔡荣露 公元前226年到223年 就和安提阿古三世大帝 公元前223年到187年 就攻占多利迈 在南巴勒斯坦的 拉菲亚的 宝女 攻入了南方的宝爵 就是拉菲亚的宝女 好了 看看这场战争 继续发展下去 十一到十二截 南方王被发烈怒 出来与北方王争截 这次就很厉害了 烈摆大军 北方王的军队 北方王被打败 他的军 中军高傲 他的心也必至高 他虽使苏马人扑倒 却不得上胜 打败了 输给南方王 那我们看 埃及王 多利迈四世 菲罗帕他 公元221年到203年 攻击最利亚王安提阿古大帝 就在拉菲亚 就让他损失一万报复 所以这次很厉害了 南方王就发狂了 发恶了 征服了北方王 十三截 北方王必回来摆裂大军 比先前的更多 满了所定的年数 特别率领大军 带几多军庄来 安提阿古大帝就火滚 再来过反攻 就得势 打赢了 十四截 那时必有许多人 起来攻击南方王 并且你本国的强暴人 必兴起 要应验那异仗 他们却要拜望 犹太人 就加入了安提阿古大帝的军队 来报仇 但被多利迈的将军 斯国巴在主前 二百年就镇纳了 打不过 他们却要拜王 十五截 北方王必来捉旅攻击 坚固城 南方的军兵 必阻落不住 就算选择的精兵 也无力暂说 那安提阿古大帝就来攻击西顿城了 地中海的一个很重要的城市 在以色列 巴勒斯坦的北部 安提阿大帝就得手了 祝你攻取这个坚固城 就是西顿 那边有推罗西顿的 好了 受到这 来攻击他 必任意而行 无人在北方王面前站得住 北方王很厉害 就是安提阿古大帝 他必站在那 以色列永美之地用手施行毁灭 那么安提阿古大帝就在公元前 1997年控制了巴勒斯坦 就是以色列 永美之地 17节 他必定用全国之力以来 立公正之约 同样立约 然后照约而行 将自己的儿女 被南方王为妻 想要拜坏他 但这一季 却不得成就 与自己毫无益处 那么安提阿古大帝 就在公元前1995年 就将自己的女 谁 就克里奥培 脱拉一世 就嫁给埃及多利米五世 真是有这样的事 18节 其后他必转回奪取了去多海岛 或者沿海之地 但有一大帅除掉他令人受的羞辱 并且使者羞辱归他本身 安提阿古大帝 攻占了小阿世亚和希腊本土 但罗马执政的官 叫做 露球 哥尼楼 西非欧 阿世亚底黑 在公元前193年 就在小阿世亚的 马尼西亚打斗了安提阿古大帝 阿世亚大帝 这么厉害 最后就受了羞辱 羞辱归他本身 就是打败仗 好了 第19节 他就迫转向本地的保障 他要半跌 扑倒 龟无有 安提阿古大帝 在公元前187年 就努力了乙女梅省一个神妙的时候 就突然之间死去了 谁归无有 20节 哪时必有一人兴起 接触他为王 使黄精暴恋之人 通行国中的荣美地 这王不多日 就必灭亡 他不因愤怒 亦不因战争 谁就是安提阿古大帝的儿子 西楼基四世 菲利罗帕他 公元187年到175年 他是方宗财政部长 黑楼多鲁黄精 捞财 结果死在他和自己的弟弟 黑谋的诡计之中 好了 21节 哪有一个卑鄙的人 兴起 接触为王 人未将 国的尊荣 给他 他却趁人坦而无据的时候 用潜昧的 划 德国 那谁呢 就是西楼基的弟弟 安提阿古四世 伊波范尼 很出名的 Epiphany 就是神显然的意思 公元前175年到164年 在太子年幼的状况下 奪取了王位 11章22节 必有无数的军兵世如洪水 在他面前充没败坏 同盟的军 说 纳约的军 也迫如此 指 埃及多利米六世 菲罗米他 在公元前181年到146年 纳约的军 指犹太人的大祭司 安尼亚三世 他在主持 170年被暗杀 23节 与那军结盟之后 他必行鬼扎 因为他必上来 以微小的军成为强盛 安提阿古四世 Epiphany 一度与多利米六世 非罗米他 来揭盟 24节 趁人看愿无悲的时候 他必来到国中 极肥美之地 行他列祖和列祖之祖 所未曾行的 将略物 略物 略物 和财保 三卡众人 又要设计 攻打保障 然而 这都是暂时的 安提阿古四世 Epiphany 几次攻击埃及 都经过巴勒斯坦 使用 劫富济贫的方法 收买人心 现在试图攻击埃及的堡侣 但没有成功 25到26节 他必 奋勇向前 率领大军 攻击南方王 南方王 也必以大极强的军兵 与他的争战 他扎立不绝 因为有人设计谋 谋 谋害 设计谋 谋害 南方王 食王善逆 必败为他 他的军队必被冲没 而且 被杀些甚多 安提阿古四世 Epiphany 最后通过了收买 多利米的六世 非罗米 最信任的谋士 然后最后 击败了他 所以这个 安提阿古四世 Epiphany 很厉害 我们继续看 至于这二王 偷门心怀恶计 同直说方 计谋 他不成就 因为杜了定期 事就了结 安提阿古四世 并没有杀 没有杀了这个多利米的六世 菲罗米他 而是 让他受自己监管 28节 北方王必带许多财宝 回往本国 抵心 反对圣约 任意以下 回到本地 安提阿古四世 这个Epiphany 在公元前169年 努力耶路撒冷的圣殿 而且在圣殿当中驻军 在那里 是 献猪 是吗 污蔚盛殿 又是屠杀很多犹太人 29到30节 到了定期 他必返回 来到南方 后一次他不如前一次 因为机体的战船 必来攻击他 他就丧胆而回 又要老行圣约 任意以下 和前面一样 反对圣约 任意以下 他必回来 联络 背弃 盛弱的人 这个是什么呢 机体就是指 塞浦路斯 居比路 罗马将军 波皮 劳斯 还有 莱纳斯 波皮劳斯 梭劳斯 率领战船从机体出发 击败了安提阿古四世 2P分裂的海军 让他回到巴勒斯坦 让他回到巴勒斯坦 再联络背道的犹太人 就是背弃圣约的人 做什么呢 31字 就32字 他必轻兵 再联络 这兵 必蝎毒 升的 就是保障 除掉上欠的犯罪 撤了 哪行毁坏 可憎的 作恶 违背 甚弱的 人 他必用 口言 勾引 唯独认识神的子民 必干强行事 以阿古四世 Epiphany 出了一个 作为小敌基督的本色 是什么呢 就是在公元前168年 用朱血 颠污这个圣坛 整个圣殿 圣坛 然后将其除虚 两个月之后 基斯刘月的25日 就在圣殿里面设立 二构的神 神章 就是奥南帕斯 Olympus 的一个祭坛 总呼的圣殿 很重要 这些历史 是发生过的 《大线里书》11章 后面这段经文 是讲到 Epiphany 奥南亚古四世 Epiphany 的一个恶行 然后33节 民间的智慧人 必训惠多人 仍然他们多日 逼倒在高级都下 或被火烧 或被努力抢夺 犹太人当中 有虔诚人 称为哈西典派 兴起反抗运动 由马他提亚 和他的儿子 由大马加比 叫马加比王朝 后来成立了王朝 就组成了 由击队 34到35节 他们扑倒的时候 守得 扶作 他有许多人 用前媚的话 亲爱他们 知运动 智慧人中 有些扑倒的 为要 嘔练其余的人 使他们清净 清净 结白 直到没了 说什么呢 就是马加比的起义 革命 于公元前的 165年 赢得犹太国的独立 建立哈斯蒙尼王朝 再主持165年12月 重献圣殿和圣坛 就是修殿节 12月25日 差不多是安提阿古四世 第二篇份年 建乎圣坛之后的三年半 我们看《大英理书》八章十四节 就是有2300个早晨和夜晚黑 所以一共是1151 憲制是一日两次的 今天犹太人依然在12月25日 慶祝这个修殿节 最后一节 就是这段段落的最后一节 后面还有11章 最后一段 就是说末世末后的迪基督 这就是说历史里的迪基督 已经来了 认现了 因为杜料定期 事就了结 有个了结的 《大英理书》 对这个小迪基督安提阿古 伊比范尼 的语言到此结束 下面开始就对末世的迪基督的语言 所以上面已经发生了 以下就是历史上 没有人对应的 还没发生 以上的历史 都按照语言 是精准的 应验了 我们相信以下的事件 一定都会像这样的精准的 应验的 好了 我们下面就来看 11章最后一段很重要的经文 好 我们现在就来看11章36节 王必任意而行 自高自大 超过所有的神 又用奇异的话 攻击万神之神 他必行事亨通 直到主的愤怒原不 因为所定的事 必然成就 所以看到第36节 语气 句子 思路 和前面很不同 很明显是一个断落 是另外一个开始 而且这里 王母说的是什么王 不要再提前面 南方王 东方王 或者北方王 没有 好了 我们来看 地基督 将会是一个复兴的罗马帝国 是一个 整个地球的 十个行政区 十个经济区 包括欧盟 这个国在戴伊利的二章 43节中 是半铁半泥的脚 而这个人 吞并了三国的 是另掌的一国 另一个小国 他将会逼迫犹太人三年半 在那之前 他将会与以色列立三年半的约 然后将永远 以色列人重建升天 电污升天 指纳为神 他就是 提撒罗尼加后书二章六节 二章四节当中的大罪人 和沉隆之子 都是启示到十三章五到八节中的受 他将会在末世的七年大灾难当中 统治全世界 三十七节 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 也不顾妇人 妇女 作羡慕的神 无论何神 他都不顾 因为他必自大 高过一切 迪古都出自于 后基督教的社会 背弃了基督教的真正信仰 甚至也不顾天主教的虚假信仰 就是所指 苦你所羡慕的神 以西极书八章十四节去参考 他是为巴比伦二教女神阿瑟拉的儿子 塔摩斯 类似天主教的玛利亚和耶稣混合体 都是偶像 但他也不顾 因为他的自立为神 是吗 三十八节 塔祷要敬拜保障的神 用金银、宝石和可爱之物 敬奉他列祖不认识的神 迪古都在末世的宗教合一运动 他要将天主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基督教 还有极端的灵恩运动等等 将他们联合在一起 然后一起来拜邪灵为神 三十九节 他必靠外邦神的帮助 攻破最坚固的保障 凡承认他的 他必将荣耀加弃他们 使他们管辖 许多人 又为费路分地及他们 这里说 迪基督将会在 像波斯国魔军的地方邪灵的帮助之下 控制全世界 又在这个精英教育系统中培养很多 认他为主的人 让他们在各个部门掌权 好厉害 统治全球 四十节 到了末了 南方渔王要与他交战 北方王必用战车、马兵和许多战船 势如暴风来攻击他 也必进入列国如洪水泛滥 到了最后七年大灾难的时候 这个与以色列纳约的迪基督 他其实就是西方王 因为这里没有说到西方王 他是西方王 将被埃及 可能是云南方向 也可能是伊斯兰的 回教的联合国 回教的联盟 为守的阿拉伯国家联盟 所以西方王就来攻击他 而北方王是指俄罗斯 都会来攻击他 所以我们看到到时就是西方王 帝基督 北方王就是俄罗斯 南方王就是伊斯兰 伊斯兰的阿拉伯的联盟 十一章十四十一节 又必进印荡荣美之地 有许多国就被傾覆 但以东人摩亚人和一大半阿门人 必脱离他的手 那帝基督的 这个帝基督就会进入了 伊斯兰 打败阿拉伯 和打败俄罗斯的联军 但是呢 巴勒斯坦人和约旦人 就由他的手逃脱了 四十二到四十三节 他必伸手攻击列国 埃及地也不能脱离 他必把持埃及的金银财宝和各样的保密 里比亚人和股市人都必跟从 好了 那帝基督通过了国际经济的援助等方式 控制着埃及的经济命脈 里比亚人和苏丹 或者埃塞尔比亚人都被他所控制 四十四节 但从东方和北方必有消息扰乱他 他就大发烈怒出去 因为要把多人杀灭正正 尊正 在亚伐拉底河以东以来的东方王出现 可能是远东的一些国家联盟 带着二亿军兵 哇!二亿军兵很厉害 启示到九章十四到十六节 和俄罗斯军队联合 要杀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 然后来到世界末日的战争 哈密加多顿世界大战爆发 又一次 这是第一次的哥格和马国之战 最后还有一次 以色列最后要用七个月的时间来埋葬尸体 二世纪说三十九章十二节 好了 然后四十五节 他必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间 设立他如宫殿的帐篷 依依道了结局 必无人能帮助他 那地基督就会在耶路撒冷和加兰山 和地中海之间 设立一个他的世界总部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就会带着天使天君从天而降 降临在加兰山的时候 地就会被地震 然后地基督和假先知 就会被盖了 最后就被冥在火湖里面 这就是大理书的语言和启示诺语言 在加兰山里诺尼加 就是保罗的语言 全部都是彼此吻合的 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 就是由这个 希列 阿里山大帝之后分裂 主那截断了的国 在其根上又长出四国 这四国就是四国 必从这国女兴起来 指示权势都不及他 第八章二十二节 而十一章第四节 又重复再提到 他兴起的时候 他的国必破裂 向天的四方分开 却不归他的后裔 治国的权势 也都不及他 因为他的国必被拔出 归于他后裔之外的人 这个呢 就是阿里山大大帝 阿里山大大帝 还有女西马谷和西楼谷 这四个颜色 深绿色的多利米 王朝就是埃及了 东边呢 古巴比伦 伊拉克拉 这两个地方呢 就是西楼谷 然后呢 北边呢 就是 女西马谷 去到希列了 就是加山大 所以有四个王朝 好了 最后呢 我们就将这个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一章 迪基督呢 来做一个比较表 这里呢 迪基督的出现 他的来源 他的形容 他的身份 他的表现 他的结局 他和圣民的关系 那么第七章呢 迪基督是一个小角 他来自第四兽 第十一个角 形状是强横 然后呢 他是呢 末日的迪基督 他的表现是什么呢 有人的眼 有口说大话 然后呢 就争截 他的权命 结局呢 权命被夺 毁坏 灭绝 最后呢 就是他和圣民的关系呢 折磨圣民和争截 最后他得胜的 到第八章的第九章呢 说到他是一个小角 他来自四角当中的一个角 掌出来的 面貌凶恶 他是谁呢 就是安提阿古四世 而他的表现就是向南向东 向圣地 战战强大 有说话 毁灭的能力 不要向北啊 非因人守 而滅亡 就是毁灭圣民了 好了 然后呢 第九章呢 就说到有一黄的民 如飞而来 形容他呢 就是行毁坏可憎的 他是谁呢 就是没亚地基督 他表现是什么呢 如洪水充没 必有争战 他结果是什么呢 有愤怒傾在哪 行毁坏的身上 他和圣民的关系就是毁灭 圣城和圣锁 十一章 二十八到三十五节 今天我们读的 他的出现是 有一个卑鄙的人 来源就是 折族为王 趁人坦如无辟的时候 用鲜媚的说话 鲜媚的说话 德国 形容他是什么呢 有无数的军兵 勢如洪水 在他面前充没败坏 不处是谁 安提卡古四世 和第八章的小国一样 然后呢 他的表现是什么呢 勇往向前 任意而行 结果到了定期 他和圣民的关系就是 反对与老行性弱 必 试读圣地 然后呢 就随调常宪的犯罪 撤了哪行为 是可恨的 但是呢 十一章的最后一段 三十六到四十五节 直到末了 任意而行些王 说到这个 他的出现 他来自第四王之后的 第七王 可以数 是第七王 他形容他是 最高最大超过众神 他是谁呢 摩耶地基督 所以各位听众 可以看到 七章 八章 九章 十一章 上有前半段 后半段 就卡拉卡拉的就是 说着 摩耶地基督 安尼亚古 四世 摩耶地基督 安尼亚古 四世 摩耶地基督 就是轮替的 交叉交叉的 就是轮替的 你看清楚 好了 他的表现是什么呢 攻击万臣之神 和列国 拜偶像 杀灭多人 安尼亚古 是不可能和列国打仗的 只有迪基督和列国打仗的 好了 结果 到底他的结果 必无人帮助 没有人帮助他 因为他太骄傲了 土和圣民的关系 必在海和荣美的盛山中间 设立他如宫殿的 象膜 好了 这个就是一个很清楚的对照表 给大家做个参考 《大日理书》里面 所有讲解的安威 迪基督的 无论是历史的 小迪基督 和末日 未应验 将来的地基督 做一个很清楚的对照表 给大家做参考 好 今天主要我说到这一句 愿上帝慈虎给你